歡迎收看晚間九點熱話題 我是楊慈音 首先一開始帶您關心的是 今天的雨是又大又猛 可以說是雨淡清洗全台 這種天氣形態至少要到明天晚上才會趨緩 不過清明煉假還會有一波 一起來聽氣箱熟的最新說明 可以看到今天下午的時候 就是有另外一波的現狀的對流儀器 從華南附近 然後經過台南海峽的上空 移近到竹苗以北的這個陸地 目前來看的話 在台灣北部還有中南部山區 以及宜蘭花蓮 都有陸陸續續有降雨的情形發生 繼續請大家來看的是 未來定量降水預測 這個定量降水預測大概是從明天開始 明天上半天基本上來講的話 水氣還是比較多 中部以北東半部地區 下來的機率還是都比較高 南部的山區也有幾步短暫證明 週一晚上開始雨勢趨緩 一直可以持續到週三 週二週三天氣都是比較好 週四到週六這段時間 封面逐漸移到 tense 北部海面附近這一帶 水氣又開始增多 所以北部東半部地區 還有中南部山區 又開始有降雨機率升高的情形 照周日的時候水氣進一步的增加 在中部以北東半部地區 還有南部山區 都有可能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或雷雨出現 未來的溫度趨勢來看的話 溫度趨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北部東北部地區的溫度 會稍微下降一些 低溫下降幅度並不是很大 大概都還有在20度以上 不過明天的高溫 大概只有24 25度 尤其是在北部東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相對來講的話 還是比較暖和的 大概還是有在25到30度之間 所以今天外頭下大雨 台北大巨蛋裡頭則是下小雨 因為屋頂天溝管線 轉折的角度不良 造成溢水 有數十位球迷受到影響 元凶表示已經立刻升級升等 而且更換座位 明明是龍象大戰 顧不得眼前精彩球賽 多外野觀眾席 所有球迷全都抬頭一看 天花板狂滴水 外面下大雨 大巨蛋裡面也下小雨 座椅全都濕 走到上海流下一大灘水 向工作人員趕快來擦位置 中華職棒開幕站登場 31號中興兄弟對上威拳龍 才打到第二局 就出現彩蛋 有許多的球迷 的確是受到了影響 如果那個廠方很快速的去做了調柱 就是趕快換的位置 那影響並不大 球迷忍不住抱怨 畢竟從去年12月4號 雅井賽期間 球場就開始漏水 上個月初3月2號 獨賣巨人交遊賽又再漏 這回遠雄說 是設計有漏洞 數十位球迷受影響 雲雄立刻協助升等換座位 就怕壞的球迷觀賽感受 賽事結束後 雲雄趕緊再做全面檢修 其實漏水事件一再發生 口旁也讓大巨蛋掉漆不少 雙北市也因為大雨傳出災情 台北市內湖有露樹倒塌 砸傷男子 但甩高二夫球場的 一棵50年老樹也倒塌 還有機車騎士 是募集到變電箱爆炸 場面驚險 騎車上路就下一秒 一個閃光伴隨著火花 路邊的變電箱爆炸 嚇壞路過的騎士 這可怕的一幕 發生在新北市蘆洲 31號下午一場大雨 讓各地出現災情 這個笑聽起來像是 很發自內心的苦笑 球場內一輛高爾夫球車 才剛經過避雨 這超過50年歷史的老樹 硬生生倒下 鎖性車子逃過一劫 想必不少人也覺得天氣很扯 大雷雨影響北部 新北淡水的高爾夫球場 出現著畫面還好沒人受傷 鏡頭轉到新北市戲紙 國軍示範公墓旁 就是因為大雨 轎車疑似事先不佳 加上打滑撞上路樹 整輛車卡住動彈不得 光是淡水下午三點樹倒壓斷高壓線路 包含新明街一段 新市一路一段等街道 1835戶停電 幸好台電積極搶修不到20分鐘 復電七成 除了新北市以外 台北市的內湖也傳出災情 畫面中大樹突然倒塌 瞬間把監視器整個蓋住 剛剛什麼時候要來鋸啊 什麼時候要移啊 還不知道 要請空人出车 內湖成功路四段167巷 下午三點多 也有樹倒 佔據整個車道 還砸到一名45歲的王姓男子 手部受傷 送醫治療 還好沒有大礙 現場拉起封鎖線 有住戶想牽機車 但怕太危險 只能作罷 晚間公路局加上公園處 都已經加緊腳步 派員前往排除 要先把大樹巨斷 才能慢慢搬運 恢復交通 下午這一場雨 來得又急又快 讓不少人措手不及 TBN新聞最好報導 還要持續關注的 就是保齡市茶室案了 桃園原民30歲的男子 吃完炒果條 隔天就腹瀉嘔吐 住進了家戶病房 搶救後才好轉 而且他透露 吃炒果條時 發現醬料顏色又生又苦 保齡茶室案越演越烈 現在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各界專家都還在調查 而現在桃園一名30歲的男子 他3月21號曾經來到這邊用餐 他吃的東西只有炒果條 但最後卻出現了噁心嘔吐等症狀 根據衛福部31號公布的個案列表當中 證明桃園男子就是這個編號2的案例 而他吃完果條 隔天就住進加護病房 經過搶救才轉一本病房 台灣市副市長王明俊也在第一時間前往探病 過去曾經擔任台大醫院的副院長王明俊也去研究 醫學文獻懷疑這回中毒案關鍵在降料 不管是果仔條還是河粉 如果是這個本身他出了問題的話 那其實台灣吃果仔條或河粉的民眾非常多 那相關的廠商供應的也不是只有一家廠商 那但是呢現在就只有這一家這個保齡茶室餐廳 發生這樣的狀況 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原因可能不出在果仔條 而出在這個餐廳所使用的各種配料醬料 王明俊說這名病患是曾經病重 還能清楚交代過程的個案 加上果條香蘭葉和再來米粉 都沒有減出米酵菌酸 因此問題很可能就出在醬料上 應該徹查 過去保齡公司還曾經拍影片 說自家擁有獨門醬料 如今卻被指出 可能就是問題所在 陳也醬料 拜也醬料 題別的新聞 我們就先用新燕台北視報導 所以究竟淋在上面的醬汁是什麼呢 有其他新馬餐廳業者就分享 醬汁會放蒜酥 蝦醬等等 而且不放防腐劑 所以煮完之後就要冰起來 熱油鍋 爆香蒜頭 再加雞蛋 高麗菜 黃豆芽和板條 大火快炒 最後零獨門醬汁 但大家好奇 這醬汁到底有何秘方 裡面就是有蝦米 酸出 紅蟲頭 南漿 香茅 然後下去攪 然後去煮 最後我們還會放蝦醬 這盤超過條 一定要加進業者自製的獨門醬汁 味道才會到地 不過光在醬汁上的保存 有一定的小美嘎 沒有加防腐劑 所以一定要放在冰箱 其實就是要冰比較好 不然等一下讓它發美就不行了 除了超過條醬汁 包含海南雞飯醬 蝦醬 辣椒 以及烤肉串必沾的沙爹醬 通通自己調 尤其沙爹醬弄好得分裝成一包包冷凍 要用再加熱保留風味 而自製調醬保存時間短 做一次量不能過多 像蝦醬得定期補貨 賣新加坡的那個餐廳 它是一個月補兩次 不然就是一次半 就是一箱有24個 固定交貨也能確保原物料新鮮度 畢竟保利案持續延燒 衛生單位抽絲剝繭 確實在個案體內驗出米酵菌酸 但目前不光是板條沒驗出毒素 保齡茶室所使用的醬料 香料 確定醬油 老抽 香蘭葉 沒有驗出米酵菌酸 其他項目還得等檢驗出爐 保齡案人心惶惶 其他餐驗者只希望趕快水落石出 否則生意真的慘兮兮 台北新聞羅氏彭斯 陳新北採訪報導 備受討論的 還有讓椰子發酵製品的天備 其實在印尼就有民眾因此中毒喪命 所以當地政府已經禁止生產這些商品 而現在市面上常見的天備 都是由黃豆發酵製成的 新鮮天備加點辣椒 蔥段爆香 或是裹上面糊 下鍋炸到金黃 走訪北車印尼街 有好幾家印尼餐廳 天備料理可說是幾乎家家都有 全部印尼 印尼店都有天備的 炸可以 然後煮這樣也可以 天備其實是由黃豆製成 它的蛋白質含量非常高 不僅是非常多的素食愛好者喜歡 在很多的印尼餐廳也可以看見它的蹤影 而您知道嗎 其實最早期的天備是用椰子製成 不同於台灣常見的黃豆或是鷹嘴豆天備 印尼早期還有椰子發酵餅 印尼文明稱跟黃豆製的天備很相似 主要是以椰子渣發酵而成 價格低廉 深受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喜愛 不過現在市面上已經找不到 就我知道的 目前是沒有 在印尼本身也就沒 比較也都沒有聽過有人在使用這個食物了 因為在1962年就已經被禁止 之所以被禁止是因為食安上有問題 1895年當地人食用之後 因米酵菌酸喪命 1930年起椰子發酵餅造成的中毒事件頻發 直到1977年中毒人數高達近萬人 另外在中國東北地區用來製造麵包麵條的發酵玉米產品 是米酵菌酸中毒的主要來源 在中國南方吊糖巴中毒事件也可能和米酵菌酸有關 在印尼還有中國 米酵菌酸中毒事件通常發生在夏天 2015年首次出現在亞洲以外的地區 爆發米酵菌酸的中毒事件 莫三比克西北部許多人因為營用了一種以發酵玉米粉自製的素酒中毒 導致75個人死亡 如今保齡茶室爆出食安疑慮 也讓椰子發酵餅再次成為話題 體驗新聞 楊迅銘捷 台北大報導 所以目前保齡茶室中毒案累計31例 兩人死亡 五人重症 其中四人昏迷 甚至出現腦病變 現在還發現反家休養的四人體內當中 驗出了米酵菌酸 保齡茶室中毒案目前已經定調為是米酵菌酸所引起 而最近的調查是發現說在通報的案例中 再增加四個人同樣也驗出了米酵菌酸 那麼代表說證據力更加足夠 加上先前兩名死者和六名住院患者 目前一共累積12名通報案例 檢出米酵菌酸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說明 從反家案例中收到13位檢體 而檢出陽性的四位 分別是案例9 十歲男童 吃炒果條 症狀包含嘔吐噁心全身倦怠 案例13 43歲女性吃滑蛋河粉 還有案24 32歲吃炒果條 以及案25 39歲女到診所就醫後返家 其餘9位還在檢驗當中 而30號新增的饒河店 兩名案例則是確認 沒有檢出米酵菌酸 派案例擴大於是優先檢驗 但無論饒河或A13案例 沒驗出就能代表排除保齡案嗎 威服部也公告最新調查 截至31號下午5點半 再新增一例通報個案 42歲女吃炒果條 出現腹泻噁心 已經反假休養 目前累積30億例通報個案 其中兩名死亡 重症患者維持5人 但一人好轉4人還在昏迷 其中一人還使用葉克膜救治 病況還是相當的嚴重 我想這個糊弱或少 都是有毛病病的部分 保齡案持續延燒 疑似中毒案例不斷增加 短時間看來還沒有結束跡象 影片的新聞 石川張慧仙 旅程報道 所以大家都想問 是不是食材保存不當 才會吃屎人呢 現在最關鍵的人物 就是周姓廚師助理 由於他18到26號之間有上班 現在檢警就要比對 他和其他被告的說辭 為了釐清保齡查證案風波 信分局在30號的時候 約談了外場員工 還有原本A13 以及餐廳的清理廠商 再加上很關鍵的周姓廚師助理 一共8人到案 周姓廚師助理是公讀生 主要會和他是釐清廚房完整的作業流程 也會將進一步比對他和其他被告的證詞 胡姓越南籍廚師3月18到26號連續9天上班 周姓廚師則在19號出國 26號返台後直接到衛生局的機查現場 而這幾天當中他的助理部分日期上班 等於周姓廚師出國前出國後 他都有和胡姓廚師接觸 因此他的說辭格外重要 通常清潔人員是最後到現場的 得等廚師 員工都離開了 他們才能開始作業 如果確實有食材 醬料保存不當的狀況 像是該冰的東西沒有冰 或是存放的方式有錯誤 清潔人員在工作的同時看到了什麼 店家內的監視器 有對廚房的角度要看清楚 進出人員是誰沒有問題 但還是人有許多的死角 無法清楚確認動作細節 除了和清潔公司確認垃圾處理的流程 現場狀況外 僅僅後續將擴大追查 有接觸過 甚至只是看過食材保存的員工 畢竟釀出了兩條人命 任何細節都不能放過 TV新聞 黃金國佳曼 台北報導 接著關心俄乌戰爭 烏克蘭即將接收西方援助的F16戰機 而普欽放話說會照樣全數擊落 就算可以搭載核武 也改變不了烏克蘭戰況 俄羅斯總統普欽晚間來到特維爾州 第334國家戰鬥飛行員訓練基地視察 聽取訓練官隊各式直升機 在俄戰爭中的任務說明和成果報告 軍方向普欽匯報 近期研發的一款保護直升機安全的防禦系統 已經陸續展開加裝配置作業 而且這種防禦系統 將有助於俄軍直升機部隊 在戰場救護 傷兵運送 以及空中數位上得到更多的保障 除了在安全上面下功夫之外 俄軍也不忘向普欽展示主動打擊的利器 更是俄軍現役輕型飛彈中 戰果最為顯著的X-39多用途飛彈 據稱這款飛彈不但能破壞裝甲車 橋梁及堡壘之外 還可以打擊對方的軍事集結區 而且X-39具有射後不理的功能 而是由發射飛彈的載台 接手執行尋找下一個目標的任務 換句話說X-39飛彈就是一種 具有自主引導的武器 不但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攻擊更多的目標 也可以提高發射載具的生存機率 同時也邀請普欣坐上直升機駕駛艙 親自體驗飛行員佩戴夜市頭盔的感覺 隨後普欣還對重要幹部講話 嚴厲駁斥北約國家近期大力渲染 俄羅斯將在烏克蘭戰爭結束後 準備對歐洲發動戰爭的說法 更批評美國不負責的言論 是在誤導輿論 同時無所不用其極的污蔑俄羅斯 美國用 cell機率說 美國用戰爭結束後 約40%的公共生費 39%公共生費 這是對中國的任何 阿羅斯 3,5% Так 在國際上 自己硬著 我們正在看這位 我們國際上壓力 這樣是很壞 尽管普钦口头表示 俄罗斯要对北约动武是无稽之谈 不过有一项议题 已经被北约国家拿出来讨论 就是俄乌平凡使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对方 导致两国靠近北约边境的一些地区 经常会遭到无望之灾 被摧毁的无人机和飞弹残骸 时不时会掉落在这些区域内 已经严重威胁到 非交战国百姓的人身安全 因此北约正在考虑击落俄罗斯 任何可能接近北约边境的飞弹 以防止这类误设事件 演变成更难以收拾的国际争端 北约国人表示 目前各盟国正在眼里多套方案 并分析执行层面的可行性 毕竟一旦决定要采取这种措施的话 除了要获得乌克兰的同意之外 也要考虑到会在国际间出现哪些后果 又该如何降低可能擦枪走火的风险 只是眼下的事情还不止这一桩 关于西方准备援助乌克兰F16战机这件事 普清则是撂下重话 普清说即便F16来到乌克兰手中 也不会改变战场局势 俄军会像摧毁西方援助的坦克和装甲车一样 毫不犹豫地击落这些战机 即便这些F16是从第三国的机场起飞 俄罗斯也会把他们当作合法的攻击目标 无论位在何处 显然普清即便非常不满西方提供乌克兰先进战机 但也不敢小看美军战机的优异性 尽管许多军事专家也对F16来到乌克兰战场后 究竟会缴出什么样的成绩单 还无法做出笃定的预测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自从冬季尾声进入到春天之后 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战场上 几乎每天都有或多或少的进展 近期传出 俄军又占领了盾内刺客西部 一处名为克拉斯诺格夫卡的战略据点 消息指出 俄军在先前进攻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的战役中 对克拉斯诺格夫卡采取战术性忽略 为了啃下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这两块硬骨头 俄军几乎把南部集群的主力都投入到这两个战线上 并且承受了很大程度的人员及装备耗损 在经过惨烈的战斗之后 俄军才好不容易夺下两地的控制权 如果这个时候 兵匹马伐的俄军还要再向克拉斯诺格夫卡发起进攻 那么同样拥有坚强防御攻势的克拉斯诺格夫卡 将会让俄军踢到铁板 只是克拉斯诺格夫卡距离盾内刺客实在太近了 驻防当地的乌克兰炮兵 可以非常轻易地把炮弹送入城内 当然俄军也知道这一点 为了避免夜朝梦多 俄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 必须要尽早拔掉这根载变芒刺 俄罗斯媒体报道 就在三月中旬 俄军主力在盾内刺客武装部队的联合攻势下 顺利攻入克拉斯诺格夫卡 殲灭乌克兰上百名有身战力 已经基本建立起阿弗迪夫卡 连结克拉斯诺格夫卡到马林卡的战线 迫使乌军后撤到新的防御攻势内 等于俄军已经在盾内刺客东翼站稳脚跟 不但可以进攻西侧的沃夫卡和乌克兰守军 还能够对杂波罗热施加更强的军事压力 就在上个星期 俄罗斯对杂波罗热地区的基础设施 发动大规模空袭 据报部分无人机或飞弹残骸 集中便电所及锅炉场 导致供电及供热中断 一些民众只能把发电机放在户外 作为晚间照明和供暖之用 在奥德萨因为电力中断的关系 电车等大众交通工具也被迫停驶 大量列车只能停在总站或调度场 等待电力恢复 也让百姓出行大受影响 不过有报导指出 乌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被俄军的导弹给击准 损伤情况如何 请教资深记者邱婉柔 那么根据乌克兰的独立新闻社 最新的消息指出 在乌克兰东部的最大发电厂 是遭到了俄罗斯的空袭 用的是什么武器 是导弹 而且它摧毁了设备 大部分都已经无法使用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俄罗斯的攻击 似乎都是针对 这些基础的能源设施 像是乌克兰最大的民营能源公司 他们自己也指出 俄罗斯过去两周 可以说是密集的攻击 所以也造成他们旗下的 发电厂的发电能力 是损失了80% 最久可能要花费18个月 才可以恢复的 所以像这个变电所 以及发电所还有传输设施 通通都是有毁损情形发生的 乌克兰有没有反击呢 其实是有的 根据乌克兰释出的消息 他们是出动了急速弹 来轰大陆援助俄罗斯的全地行车 只是另一头加萨目前由多达70万人面临饥荒 美国持续空投粮食 也低调交付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给以色列 却引发质疑声浪 英国伦敦挺巴勒斯坦 示威差点演变成大乱斗 有人挑衅警察 立刻被压制在地 也有示威者手持标语疑似 煽动仇恨 遭到警方关切 警方不敢大意 因为这场挺巴勒斯坦示威 在几公尺之外 请以色列民众也不甘示弱 呐喊就怕两方擦枪走火 固者是英国 包括美国 图尼西亚还有约旦 再度爆发挺巴勒斯坦示威 呼吁停火立刻救援加萨 加萨目前有多达70万人 面临饥荒 第二批国际救援粮食船 刚从塞浦勒斯出发 本周要送330吨的粮食到加萨 美军除了协助搭建临时码头之外 再派出C-17运输机空投粮食 毕竟美国还是以色列的盟友 华盛顿邮报之报道 美国最近低调交付以色列数十亿美元的军援 包括25架F-35A战斗机 2000多枚炸弹 其中MK-84炸弹的威力最强 对建筑物民宅杀伤力极大 这当然引发外界质疑 美国一手救援 一手给物器 是在玩两面手法 不过美国回应这批军员 已经好几年前就批准了 现在也只是延荡交付 有消息指出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31号重启谈判 不过联合国黎巴能观察团 疑似被以军袭击 怎么回事 时间继续交给婉容 以哈战争到底何时可以停火 最新的停火谈判 将在今天与埃及的开罗再次展开 不过在这个停火谈判 即将展开的同时 现在也有消息指出 联合国黎巴嫩的观察团 在以离边境巡视的时候 是被炸弹给轰炸的 不过以色列军队否认是他们做的 但以色列现在变成了 国际指责的对象 尤其在人道救援的方面 像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协调厅 他们就指出 以色列常常拒绝人道援助 来进入加萨来帮助灾民 其中在这个月 北部就有三成的拒绝 南部也有10%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当然就是拒绝物资放行 还有搜查以及拘留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对车队 以及等待救援的民众来释放 他们认为行径 真的是非常的可恶 那么这个月他们本来是有60场发放人道 救援物资的行动 但是有31场被拒绝的 而这个人道究竟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主要就是在粮食分发 燃料运送 以及这个进击医疗行为 为了应应台湾有事 日本自卫队在冲绳和附近岛屿 部署了四个反舰飞弹部队 却引来居民抗议 说是担心武装冲绳会惹祸上身 厂外日本冲绳居民抗议 反对武装化会害自己惹祸上身 此时厂内日本自卫队正在举行 反舰飞弹部队的成军仪式 首度在冲绳本岛部署 12式陆基反舰飞弹 日本改变部署战略 目前包括冲绳在内的岛屿 已经部署四个地队舰飞弹部队 约200人 将来在距离台湾110公里的 宇纳国道也要部署地队空飞弹 日本武装1200公里范围海域内的 重要战略位置 为的就是提前应对台湾有事 美日联军必须具备 主动打击解放军的能力 同时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也宣布 要在冲绳仙岛地区 设立五个紧急避难所 包括宇纳国道 石温岛公古岛在内五座岛屿都将设立 混凝土的地下避难所 坚固的程度要能承受 飞弹爆炸的震波 而且避难时间至少要维持两周 另外冲绳的美军加首纳基地 首度纳入安保土地名单 要管制机敏设施的土地 不得落入外资的手里 TVC 这我们报道 正当以色列投入研发 制造反制用的雷射武器 传出我国在2020年 启动的雷护专案 在友好国家的协助之下 终于补上了关键技术 一道明亮光束射向夜空 命中无人机之后 闪出一颗光球 英国国防部新型雷射武器 Dragon Fire 实际测试拦截能力 官方影像字幕 更自豪表示 这将改变防空现行游戏规则 研发成果台湾看在眼里 我国中科院从2020年 就启动了雷护研发专案 去年7月进行了6项关键测评 第一阶段小功率的颜测已经完成 像说雷射武器要达到 可以武器化的水准 一个门槛是30k瓦 真正可以发挥实战效果是50k瓦的 它的焦距要随着目标移动 也就是在平均一公分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 就是拇指的指甲这样的宽度 持续的照射一到两秒钟 可是它涉及到的这个控制系统 就要很精密了 因为功率只有5万瓦 不只容错率低 也不能有云雾雨水等等干扰 而位移和射程更只有一公里 要扣关武器化 还有一段距离 研发单位除了对内争取军种支持 也积极的寻求国外相对成熟技术 消息指出友好国家 已经协助补上关键要素 短时间就能够烧穿物体的这个能力 那大瓦数是一个必要的趋势 目前判断应该就是美国 安信来看都是所谓的关键领主件 也就是激光魔土 它未来怎么样让它能够达到 所谓的高功率 因为简单来讲 雷射的这个武器的规范 它必须提供比较大的电力输出 你50k瓦的话 它提供的电力大概要到200k瓦 甚至于250k瓦 指标性的案例是历经阿克萨洪水 突袭行动后的射色列 决定加速开发铁树系统 弥补铁穹接战极限 最明显的优势就是成本 铁穹系统每每拦截弹药 要价每斤4到5万元 而只靠电力驱动的雷射 每次发射只需3.5块美元 它也是一个非常节省弹药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它以后没有库存弹的问题 不管是用这个方针快炮 或是进步防御系统进行误杀 或是其他的这种转程的兰截武器 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用雷射的话 它的价格会低到 可能让你胜率可以忽略它的存在 但是重点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科技实力 才能做得到 当侦搜雷达发现不明飞行器正在接近 雷射发射器随即启动 不论移动中的目标是飞弹 还是无人机 高功率光速照射之后都能精准摧毁 美国军货商对雷射武器的发展已有时 的确美国过去曾经测试过一种武器 叫Airpone Laser 也就是所谓机载雷射 他们在一架国威七四的货机上面 装置了一具非常大型的雷射发射器 但是它的缺点就变成说 它在将整架货机的电池充满了电力 然后针对模拟的弹道飞弹发射好 的确可以成功 但是问题是 接下来要再把整架货机所需要的 为下一枚做发射的雷射 所需要的能量再把它出满 要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传统武器不会有的劣势 随着科技发展近年开始有所突破 其实去年三月 我国宪兵指挥部就曾为此赴美考察 看一看雷射武器安装在史崔克装甲车上的发挥效用 未来是否搭载于云豹甲车 在卫戍区反制无人机 想法隐约成型 也就是中型卡车这一类的空间 第二个就是固定的防空站台 可以守护重要的军事目标 第三个当然就可以放在海军舰艇上面 对于来袭的目标 指挥官有更多的选项 可以有效的拦截 无人机应用台湾辣掉的拍 会在雷射武器稍稍扳回一城吗 在务实的前提之下 替防卫手段找出更多可能 仍有尝试价值 TVB的新闻 陈又翔罗斯鹏耶斐 台湾到 现在有专家认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施政进入了逆转型 在经济还有意识形态之间纠结 我们请邱婉柔带大家深入了解 在今年的两会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是宣誓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深入转变发展方式 在经济市场 他是特别的承诺 这个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但我们也知道 习近平当然是一党专制的 所以等于是再度收紧言论空间 而这两个其实可以说是来回拉锯 相互抵触的 不过现在就有学者就说了 其实过去共产党在吃的 这改革红利的时代 其实已经结束 他认为中国的下一步 可能会是和平改革 又或者是流血革命的 而这个吴国光 也就是史丹佛大学的学者 更进一步指出 习近平的绝对垄断体制 可以说是在刚性以及脆性之间 但是如果大陆的经济恶化 难以支撑这个体制的话 这个刚性统治恐怕就会脆断 但不只共机会扰台 现在还有大陆民用的无人机 飞进了外岛 国防部就发新闻稿谴责之外 还在社群平台用英文 发了两篇文章 要对岸网友别再挑衅 就是这画面让国防部很生气 对内发新闻稿痛批 对岸网友用无人机骚扰我外岛 对外也有新动作 连用英文发了两篇文章 说中国网友的骚扰挑衅行为 对两岸没有帮助 国防部将尽一切努力 增强作战能力 来保护我国和平安全 从拍摄画面来看 画质很清楚 距离够远 才没让官兵第一时间就发现 那么我方的民用无人机呢 国产无人机可以空中涉水 配合活舱抢救 各种用途也不少 不过因为蔡政府明令 公部门通信类产品 必须去中化 让第一线救灾人员很不减 无止国家的产业 我们并不反对 你要让这些国家的 这些国家队呢 他们都能够有 发产出很好的无人机 那提供给国人 去应用在商业的行为 或者是救灾 符合警察的征房业务 他认为国产无人机 大部分的连发量能 都用在军用身上 商用的国家又规定不能录制 等于陷入无人机的空窗期 一直要去红 国家队的队长 出现了中国的马达 2019年时任行程院长苏贞昌 发布自通安全责任等级分级办法 所有大陆厂牌自通讯设备 无论原产地在台湾大陆或地山地 公部门全禁用 就算是台湾品牌无人机 零件有大陆制就不行 你宁可不要有这个表演嘛 你搞什么 去弄中国的500台在天上灰 平面媒体的爆料 就是这禁令让公务机关 采购案常流标 或者是因为条件严苛 导致厂商开天假 看来这无人机的去红令 也让各政府单位的采购 如同去了半条命 昨天大港开唱 总统蔡英文也到现场 聆听苗可丽和乐团白喝花的表演 只是不少观众都高举着 骂我的海报 希望苗可丽可以大展连环泡骂人功力 但苗可丽开玩笑求饶 说家里有小孩要养 艺人苗可丽登板大港开唱 不过比起歌声台下粉丝更期盼着 今天大港开唱 可是他们都说骂我骂我骂我 骂我 等一下 还有我的照片 真的没听错 现场骂我两字 此起彼落 还有粉丝高举海报 看到观众认真逃骂 苗可丽苦笑不得 但说到这嘴上功夫 苗可丽确实 很有一套 明明是祝福的话 到了苗可丽口中 统统扁了掉 只是现场群众也狂喊加码 因为总统正坐在台下 你们是说 你们也太大胆了吗 你们是要请了解 骂我们的好朋友吗 太假了 害我 不要害我 他们搞我骇 我的小孩还小 还要念书 只差没跪地求饶 但看看总统 笑到翻 事后脸书也颇文 强调苗可丽 没骂我 而比起总统参加演唱会 这准总统赖清德的行程 似乎眼睛许多 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无价 这个力量 我会在川英文总统建议的这个路线 丁庄好好来整次 永远好朋友 出席新北嘉义同商会活动 赖清德重申立场 战战兢兢 一位增胜任 一位要卸任 两样勤 TVB的新闻 李国健去换柔 台北报道 所以刚刚看到好多人去大港开场 或许是要听歌来抒发上班的压力 因为有数据显示 有209万人罹患过升迁焦虑症 害怕升到管理职 就会牺牲生活品质 所以人力专家就建议 上班族在接受升迁之前 应该三思 经理你好 那跟您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专案的进度 自有已出社会十年 换过五次工作 不同于一些上班族 努力工作 想得到公司肯定 获得升迁机会 他则是拒绝升迁 当主管 如果想要把握这个主管机会的话 你要先做储备干部 那公司提出的奖励制度的话 是当储备干部 可以再加一千块 那其实我接个案子 或者是我假日做个检材 都会比这个加级还要来得多很多 就以一般加薪的条件来讲 可能加到原本月薪的20%以上 我觉得才会是对一个人 是比较大的诱因的 认为升迁是长期抗战 薪水多纳一点点 但得承担更多责任 上班时间也变长 更重要的是 现在能够兼差的选择太多 若想增加收入 升迁已经不是唯一选项 有些人可能接下来会有其他的生涯规划 那因为现在斜杠真的很多 所以就不会是想要用主管职的方式 去做自己的那个方向 如果想要待一个五年十年 比较长期的 那我当然会考虑说 我是不是该接任主管 这样子的话 有机会可以向上发展 但是如果我其实 就是想要在这间公司 短期留任 然后预期两三年之后 我想要培养经验 然后再做转职的话 那当然就可能不会考虑 接任主管这个工作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大多人认为升职后 工作压力和工作量明显增加 工时也变长 在来市下班休假 也时常要处理公务 更发现曾有过 升迁经验的上班族 事后因此感到焦虑的比例 近高达68.7% 若以全体受雇就业者 928.6万人 即有过升迁经验 32.7%的人来估算 大约有209万人 罹患过升迁焦虑症 薪资的增加 跟这个工作时间压力的增加 跟责任的增加 没有办法成为这个正比的时候 甚至就是没有成就感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这个拒绝 公司这样的一个 这个升职的一个安排 职场上努力争取升迁加薪 听起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但人力专家就建议 上班族在接受升迁之前 应该要慎思 因为升职不定符合 长期的职业目标 再来一旦升到管理职 可能会牺牲掉原本的生活品质 若是部门主管一直在换人 那么公司提出的升迁邀请 也必须慎重考虑 另外并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当领导者 当这种管理职 有时候可能要去迎合更上级 比如说CEO 或者是老板的这个心情 或者策略 会变成说这个管理职 有时候会离职率比较高 波动比较高的情况下 有时候你就会被迫去填 这样的一个这个空缺 反而会有点这个吃力不讨好 那最后一点 可能有些人觉得 他本身就是个性上面 比较没有这种 领导统一的这个能力 比较适合做幕僚的一个工作 并不适合这种担任这个管理职 但也可以发现 为了追求工作及生活平衡 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喜欢升迁 薪水增加一点 工作量却暴增 导致管理职成烫手山芋 专家表示 公司必须思考 给管理职的薪资 是否符合工作量 而且若是没有丰富的培训资源 也会让想到主管的人 忘之却步 主管的压力跟薪酬福利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做调整的 才会让大家不想要去当主管 可能钱给的不够到位 然后可能责任的部分 跟复杂度的部分 可能太高了 甚至公司没有给这些主管一定的训练 或是在很多事情决策上面的back up 才会让想要当主管的人会忘之却步 一旦升官后 压力工作量责任随之而来 现代人越来越有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观念 升迁不再是最好选择 TVBS新闻 罗氏彭德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